那今天大家可以親自的來體驗這個舞蹈的奧運 那我們是不是給老師一個掌聲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各位大家早 早 我一晚上有去接待你 有沒有看到我 有看到最後的音頻 那樣痛好快 那等你 等你 好 謝謝 太棒了 好 昨天那個場子 就是要買下來的 是我的地方 你的情侶堂 我本身為什麼會在這裡 因為 我跟情侶堂有些淵源 對不起 我拿做那個廖茂招 叫晚飯 他是在基羅 在開創 1886年的時候開創的行李堂 然後到現在在130多年的歷史 他是我拿做 我是他的甘阿孫 然後 但是我本身其實並不是開舞館槌業 然後本身是那個公務人員 在農委會的進門的公務人員 然後變成說禮拜六日就來串堂 然後因為本身 因為有這個家族的一些淵源 然後也學了一些東西 學不多啦 所以有這個 然後剛好禮拜六日就有這個時間來 然後剛剛有在跟這個 這位先生在討論到說 其實在學校 比如說客家語 可能有客家語的這個教學的課程 其實在雲林縣來講 包括西羅、俄倫、倫貝跟刺童 其實他們從國小三年級到六年級 國中三年級 大概青年時間 都會有強迫他們去學武術 另外會開一個武術的課程 大概一個禮拜兩個小時的時間 然後我們的做法就是說 那是雲林縣的一個體育處 他們的一個政策 然後就是每個學校派一兩個老師 然後在寒暑假去學武術 然後我們有編一套叫 西羅七砍的綜合套路 第一套、第二套 然後把這個綜合套路 學老師回學校之後 然後在每個禮拜兩小時 等於強迫學生去學這個 西羅在地的武術 因為你知道 有些說客家母語可能會流失傳 武術我們也擔心它會失傳 所以說希望小孩從小 就在學校就有機會去接觸 那當然 今天這個效果怎麼樣 其實很難講 目前大概執行了大概十多 十多年的一個時間 那當然有些他們會覺得說 我在學校上都是被強迫的 他不見得真正是有他興趣 可是總是會有一兩個 他會有興趣 將來他會再回到西羅來 可能再找武館事故再去學 就像我有教過一個 他也是在國小國中接觸 都有接觸到 他現在已經到了大學了 大學現在在讀清大的環境資源保護系 然後他昨天也有來 又上場 所以連他禮拜五特別回來 然後昨天上場去表演 所以我會慢慢看到 會看到一些成果會出現的在西羅德 這樣去展現出來 因為畢竟現在這個環境 誘惑太多了 娛樂太多了 是說大家要去打全身流的滿身汗 會有非常辛苦 沒有勇氣可以追 其實很多小孩子不願意做的 可是總會有一些我們叫滾桃校 就是那種執著 衣力我想去學 總是會有那些人 會把西羅武術慢慢做傳承 然後今天呢 跟大家發表介紹一下 就是秦喜堂 秦喜堂我們的武術的一個 基本 就是一個太祖拳 太奏 太祖拳 然後太祖拳我們是傳承在 宋朝的開國的 的那個皇帝叫趙光應 趙光應成僑兵變 然後創立了宋朝 從周變成宋 然後趙光應本次 他就是一個變家子 就是學武術的 然後他的傳承 他叫太祖長拳 長拳是在北方的拳種 後來因為北宋 遷到南宋 然後就把拳往南帶 但南方人的體型 跟北方人的體型 還是有不一樣 所以經過體型上的一個調整之後 就是傳承到現在正會的太祖拳 所以我們傳承從太祖 一路皮脈相傳下來 好 那今天呢 現在我們就先問一下 有學過拳的幾首 學過什麼 詠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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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詠春在中國七大拳系 你以為他屬於哪一派的 哪一派 詠春 詠春 詠春應該是南拳的體系 他不是少林拳 他不是少林拳 但是他是說 一開始 那個都是少林寺的火象在 然後後來就是那個 幫妻娘 幫幫永昂幫妻娘 對對對 其實嚴格來講 他應該是屬於那個 我們講說南拳的體系 他其實跟少林寺的連結 沒有那麼強烈 然後但是大家 就像西羅的 你不管說行李堂 正義這個武藥館 其實都是屬於南拳的體系 但是有些人會把他 穿著到武藥說 他是從少林寺過來的 其實因為少林寺太有名了 我跟著一個非常有名的 這樣下來 感覺會比較受到重視 只要厲害 沒有 只有一位學過 那基本上 我在大學有上過那個 太極拳社 但是只有一兩年而已 那你應該繼續練 繼續練的話 你可能像頭髮慢慢變黑了 對 我現在頭髮已經變黑了 你有沒有覺得 我本來很白的 它下面為什麼變黑 沒有後面本來就黑 我說上面 對 我們說你在太極拳社 練一練會 頭髮會更黑 因為它主要就是 你通血路 然後你讓你的氣血運行順暢 然後其實你的 那是太極拳也算全 那是有形氣 有形氣也可以 有形氣也可以 其實重點 其實我們在講說 練拳不練功 不練功 到老一場功 所以拳是外表的 功是內在的 所以是練拳 也就是要內外兼修 然後練內 其實這基本就是 從調氣做起 他學過永春 他一直叫 氣成丹田 就是說 如果在在座 有唱 有唱聲樂 講聲樂 他絕對不是喉嚨發音 他絕對富士發音 所以練拳一樣 我們一樣要從 氣 到肚子 從肚子把氣吹出來 然後大家 稍微站開一點 隨便站 站開一點 然後我們就是 練 氣其實是 我們在講說 你練拳之前 得最基本的東西 如果沒有練氣 將來 拳架再多好 拳繞的時候 你都不會弄 所以你擋不出來 你沒有內在的手 就不會擋 然後就兩腳張開 先擋關 稍微放鬆 這樣可以了 然後吸氣 其實一般來講 我們平時吸氣 吸氣 吸氣把吸到肚子吸氣 吸氣 吸到肚子的意思就是說 不要你不要心肺 可是不是肺 長起來 肚子鋪起來 吸氣 呼氣 然後呼氣 用嘴巴呼氣 慢慢 呼氣的時候你要感覺說 我的肚子收進去了 然後呼氣的時候 呼氣的時候要做個動作 要夾音 腳底 就是我的夾音 夾音意思就是大概股門以下的地方 要把它收起來 要夾音 這樣才不會 氣才不會吸 好 再吸氣 出去 吸氣 吸氣 一對一種動作大家會比較安全 原理上就是吸氣的時候 你用提示進去 然後吸氣的速度會比較快一點 然後讓肚子吐氣 可是吐氣的時候 你用嘴巴去吐氣 但是吐氣的時候 你的速度要慢 你可能吐一個氣 尤其你要花一分鐘 兩分鐘 才把你重複的氣吐出來 這種動物你也習慣之後 其實你會覺得你的精神就不要一樣 而且這個可以是 吐不叫吐納 吐納 吐納不僅僅在你 在的手邊做 所以你睡覺的時候是什麼 我躺在睡覺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吃氣 可以吐氣 比如說你就會改造說 我身體很好睡 有些失眠的症狀 你可以因為有你的氣息的調整 然後讓你變得不再失眠 不用再吃在泥藥 但是練武術基本上 我們要先內力 要有內在的東西 外在才能夠持久 那再來就是 練武術最基本的 我們要蹲馬步 為什麼要蹲馬步 馬步要蹲得穩 你的打拳的時候才會穩固 比如說 這意思是什麼 就是重心 假設我們打拳 我們站高高的打拳 打出去 我重心在上面 但是我如果 蹲下來 我打 我重心降低 就像兩個人在對 在對打之後 我重心低的